韩国可以说是造型最迅速的一个地方 但是国内市场又不大 因此竞争异常的激烈 为此有不少的女星们选择拍摄二级电影国上位 比如程贤娥 何珠希 全渡妍 江颖惠等等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韩国二级女演员 谁才是你心中最漂亮的那个呢 1.韩世雅 女 1988年9月6日出生 韩世雅 原是网拍模特 是2014年的巴西氏族赛足球宝贝 穿着火辣到场加油 因此成为网络红人 同年10月30日上映的韩国二级电影《情世》 又名巴头深美女 让韩世雅一炮而红 作为韩国二级女演员 韩世雅的颜值是绝对没有挑剔的 她在片中饰演婚姻不幸的芭蕾老师 遇见心动的男人后 发生了一场不容之恋 在片中有全裸床戏 尺度很大 不少网友看完她的电影后感叹 原来她的红毯伴向 纷辱妹算保守了 二 李承敏 拉伦丽 克拉拉 出生于瑞士 英国籍亚裔女演员 李承敏是一位资深的韩国二级女演员 独演了《工作女郎》 《苦感图》等韩国二级影片 受到观众的一致赞赏 拥有高挑的身材 性感的满腰 亲切的笑容 给人感觉邻家妹妹的清纯感 但是脱下了衣服 充斥的性感让人欲罢不能 这样的韩国二级女演员绝对让人心动 为韩国本土的女歌手 主持 演员三七亿人 名字你可能不涂悉 但是出道至今的三部代表作品 《善良的小姨子》 热线女孩 法力赛人 怎么也看过其中一部吧 2014年出演大指导电影《马力赛人》 进入电影圈 同年该片获得第34届韩国黄金摄影奖 最佳女性人奖 四 尹学习又名尹学习 1982年11月4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一名色情与演员 2015年因参加《新建文件夹2》 而被人熟知 她的代表作品《很多》 课中坏事 继母 谎言2014 食物链 《新建文件夹2》 然而关于她的身份 却一直都是迷 想必是一位有背景的美女 不过好在作品很多 可以在作品中看到 她的身材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副清纯的脸蛋 在二级电影中 看到这样的美女 还是非常有真实感的 吴仁慧也是一位资深的韩国二级女演员 代表作有幸福出租车 红色假期黑色婚礼 红色假期黑色婚礼2 生生活活 2011年10月6日 出席第16节韩国釜山电影节 在开幕红毯上穿着长裙亮相 由于着装过于性感 引起在场众多人士的关注 甚至有韩国网站用 食酒精 羞愧 不敢直视 非常规等语言 来形容她这身过于性感的礼服 也正是因为这身礼服 让原本播墨无闻的她 瞬间登上了各大网站的搜索排行榜 登成为当日娱乐新闻的头条 胸部是很性感的八字奶 身材很棒 6.全杜妍 1999年 出道不久的全杜妍 在电影《快乐到死》中 脱衣露奶与朱震摩拍摄床戏 随后再丑闻 下女中再次宽衣解带 与裴永俊上演床戏 即便是在令她荣获第60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奖的秘阳 依然不忘脱衣露奶上阵 尺度之大令人咋舌 7.赵如珍代表作品《后宫帝王之妾》 《皇子传》 赵如珍在《后宫帝王之妾》中饰演的花言 大尺度 破格亮相 诱惑无限 苏兄毕露罗西大胆 不仅展示了她成熟性感的过人魅力 天中动人新鲜的激情戏 也自然勃感 展现了演员的专业精神 其全裸出镜 各种床戏动作设计值得一看 8.林志炎可以说是韩国有名的艳星 其初演得的人间中毒和奸臣 均以大尺度而为众人所知 所以也被不少网友称为韩国版的汤尾 在人间中毒中 她和神仙姐姐的男朋友宋承宪 有多段激情的床戏 其尺度之大 让人惊叹 9.曾获得韩国小姐的成贤鹅 可谓是美艳迷人 但她却因受不住金钱诱惑 多次拍摄裸体写真图片 还有频繁出演激情片 于是 我们字 男人的未来是女人等天 我们都能忘到成小姐宽衣漏肉 好事大胆 10.李彩坛绝对是韩国二级女演员中 首须一致的人物 是很多部韩国十九金电影高颜值女主角 而且每部片子的词度 都堪比日本的AV 所以又被称为韩国情色女王 看看上面如此多的代表作 就知道 李彩坛的实力了 代表作 客中快事 路边摊 奇怪的美发沙龙 龙主 热情的邻居 欲望的姐姐们 切漫画 美味的邂逅 登山的墓地 不传子传 床上莉拉 偷情的后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么么哒 爱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